江西州公子朋友圈炫富火遍全国 他家尽管有六套房外加一座五百平民的三层大别墅 一、十、柱、情全部都是名牌 但说到底毕竟全家族最高级别不过是触及 算不得大角色 一个微信名叫夏贤之木的小伙子 自称我爹是水利厅长韩慕恩 天不怕地不怕 或有当年我爸是李刚的驾驶 这个听官家的傻儿子还自豪地说 我爹一天贪得比你们以名正的都多 我一身衣服够你干几个月 并且表示穷鬼果然精神不正常 还晒出自己买的蔡旭坤同款裤子 总价三千四百元 并晒出了自己购买的加拿大 并亮出了自己的欧米加手表 价格接近六万元 这位韩公子来自东北吉林 他的言论源于自己与同学好友的聊天记录 部分同步于自己的微博 他真的比周杰生猛霸气很多倍 一上来就自把清爹水利厅厅长韩慕恩 下面我们来欣赏他的聊天内容和炫富截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墙内互联网上这段时间很是热闹 坑爹的戏码一个比一个 一开始是一个叫王澄澄的炫富女 整天在视频里展示她的财富 豪车 豪宅 奢侈品 如此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富家女的人设立的是稳稳当当 粉丝数也累积了数百万 这时候她突然上了一张图 感谢爸爸 使这张图让她从炫富变成了炫富 从图片中可看出身着一身军装的父亲 显然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公安系统的官员 随后网友发出了王澄澄的创业史 发现她22岁创业后的四年时间里 就买了不少豪车和豪宅 而且还赚了两个亿 舆论诈利 但很快 王澄澄事件就熄火了 因为有网上又出现了一位更猛的官二代炫富 周杰 这家伙不得了 她不仅是炫富 她还炫权 炫后台 炫资源 炫关系 她不仅炫家族势力 身为学渣 她还要才普通人家的学霸 她在朋友圈151时地展示了她的日常 包括家父在酒桌上解决升职 省高官给她递最贵的烟 喝20万一斤的茶 大多单位保安给她毕恭毕敬的服务 完成第七套房的目标 等等不一二组 她不仅事无巨细地展示自家的关系 财力 权力 还经去评出 苟毅国家生死意 家族传承无备责 王侯将相就是种姑 最大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仗着自己会读书 看不起我们这些靠父母的人 社会会教他的 凭什么寒窗苦读食欲在 就能和几代人的努力相提并乐 她不仅坑爹妈 坑大伯 二伯 爷爷 还坑单位领导 单位上头的领导 以及上上头的领导 还坑身边的好基友和JC朋友 祝愿他们工作平安 周杰的诚实给网友们带了无限的欢乐 他的朋友圈在网上音声声霸占热搜一周 还在一波接一波地爆出 每天都有新料 每天都有新的京剧 周杰不仅是近期互联网顶流 还是网友们快乐的源泉 网友直呼 只要小周答应继续发朋友圈 我就原谅他 希望他继续上班 王诚诚炫的科技父亲 周杰炫的是初级父亲 这次终于炫出来了一个厅级父亲 网民感慨 现在坑爹界都这么内卷了吗 看来贪官们的傻儿子长大了 如此实名举报自己的父亲 而且人正无证齐全 网友都觉得太过难以置信 再有钱也要把九年义务教育读完了 这才是大碍 舍小家为大家 为人民反腐 是人民的好儿子 可以预见接下来 官员家庭内部估计进行一番大自查行动 对身边亲属的朋友圈 微博等音内容进行全面检查 说实话 看着这些雅内人鲜鹰木马 挥金如土 还口出狂言 可作为一个底层的草根 真的有点受伤 他们这个阶层 已经都不屑于对我们做丝毫演示了 王横相像就是种乎 最大的公平就是不公平 我爹一天瘫的比你们一年赚的都多 穷鬼果然精神不正常 既真实又讽刺 无刀锋般杀人 我们能做的只是吃吃瓜 七七红 看王牙内 周牙内 喊牙内的笑话 笑完之后照就熬夜加班 继续996 继续埋头刷题 希望能考进一个 能与牙内们做同事的单位 但我们心里更清楚 还有无数个沉默的牙内 在一边闷声发大财 一边咒骂那些暴露的牙内傻掉 他们最愿意看到的是 二舅这样的新闻和视频 他们希望所有人各安天命 互不打扰 大千世界何其精彩 你有你的二舅 还有他的父亲 大家都有美好的生活 有网友说 二舅才刚刚治好了精神内耗 周杰先来一个暴击 中京交易员的贤惠妻子再次暴击 直接加剧了自己病情 而今天这名韩公子直接将我打突袭 让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 不知道这些人出于什么目的 生生地将坑爹圈变得如此内眷 最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近几年 墙内坑爹的事件 在大家的记忆当中 最早的怕是要追溯到李刚之子了 在2010年10月16日 一名男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 在河北大学兴趣超市前 将两名女生撞飞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的严重后果 司机不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去宿舍楼送女友 被学生和保安拦下来之后 还态度嚣张地说道 我爸是李刚 有本事你们告去 后经证实 该男子为李启明 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事后 李刚虽然公开道歉并主动赔偿 但仍然被免去副局长职务 其去向到现在网络上都先有报道 曾经有记者 专门在保定各县公安局领导栏上翻找 并未发现李刚的名字 而李启明出狱以后 洗过车 刮过墙 干过推销 原本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破灭了 现在的他 也肯定后悔自己所干的这些事情 之后有李天一 佟卓等等 大有长销后浪推前浪 甚至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上海 都能有一名隔空坑爹的儿媳妇 这名儿媳妇不仅仅在朋友圈当中炫耀特权 还为广大网友贴心的指明 我婆婆就是新闻上的那个 在一群人因为疫情原因 吃不饱 穿不好的时候 还在嫌弃冰贵小 海鲜过敏 不仅仅炫耀自己手里的物质 更是到处炫耀自己婆婆的能力 让自己的婆婆彻底出名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